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好 王醫師之所以被討論 是本來大家也不認識他 那後來他在這一次的防疫裡面 每一次緊急事件 那他去處理都非常好 拆彈專家 拆彈專家 那台北市 這一個科學園區 甚至於屏東 只要他出就處理好了 那所以有人說他甚至於 那當時的這種名聲 已經到可以選台北市長的階段了 那沒有想到跑出這一條來 所以我剛剛才講說 其實他壓力一定很大 一定很大 當時要拚 這樣子 然後 只有一個按讚 竟然被拿出來討論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叫他不要PO 可是女生不會接受 我連我的小孩 然後你這麼疼他 然後我拍個照片都不行 其實我跟李楊討論過 李楊寫過很多外衣的小說 那我是有實戰經驗 雖然不是很多 但就是說其實所有的外衣 都是千篇一立的 最沒有創意的故事 就是外衣的故事 兩個人在一起 然後老婆這邊按來而後 然後這兩個繼續 然後你就隱忍 然後我什麼都給你 滿足你 但是如果你們沒有感情就算 如果你們有感情 女生一定要越多 一個女生不可能說我那麼愛你 但是你必須把我藏起來 所以就會開始不滿意 會要求這個 要不然你帶我去旅行 你帶你給我什麼 你幹嘛的 證明我的那種 那對於男生來講 就越來越是一個負擔 然後女生越來越不滿足 就會開始吵 開始鬧 我就在家裡跟不認識 吵這個心情 不要再跟你做 你一直都很乖 對不對 現在怎麼又開始跟我鬧了 就又是另外一個負擔 所以不可能說 後來他只好在公園徘徊 所以下一個地方去 這是比較消極的作法 比較積極就找老師 小事 對啊 不然你會小事小五 因為你已經沒辦法提供這個東西了 對啊 所以這個 其實他的千篇一律的結果 都是這樣子的 真的 我真的要誠心的講 這種事情不會 沒有Happy Ending的 絕對不會 那可能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其實王必勝 他就是愛兩個家 他兩邊都放不下 他兩個都要 很多男生都這麼 其實我們在被抓到之前 我們也都是兩個都要 因為你 因為你 你會有一種僥倖的心理 你會覺得說不會被發現 沒有人知道 我這麼能幹 我可以維持 我可以兩個 我可以維持兩個的所謂的家 當然也許這個 我覺得兩個都愛是比較困難 但是我可以維持跟這個的表面 然後我實際上跟這個 他給我這個沒有給我的東西 所以男人就是很快就是說 我跟他一起同安公府打拚 然後有了這些之後 他發現我們距離變遠了 然後另外一個人 所以他會去 所以通常你看他去找小三 都會找比較 各方面比較低一些的人 就是為什麼 所以大老婆常常都很氣 你幹嘛找那個那麼那麼 沒有 你也找一個比較漂亮的 比較有地方的 比較聰明的 問題是我就是不要你那麼強 我就是希望一個弱的 乖的 聽話的 所以但是問題就是說 他他不可能永遠滿足於這個現狀 所以最後來破壞這個現狀 也就是他 你看 雖然結果還不是他把這事情搞 搞壞掉 結果所以真的不會有 我們就變勸勢文了 但是真的不會有好的結果 可是真的是處處留痕跡 因為其實有人講 因為事情爆發的時候 大家都說如果不是王必勝 王醫師他其實就是說 這個這麼多功勞 就是說拆彈專家的話 力道可能更重 可是這幾天看下來 我覺得好像也沒有 因為這個關係力道變輕了 那最主要是 其實我覺得答案已經呼吃欲出 雖然他沒有說 對不起 我外遇了 對不起家庭 但是今天最新的 應該是說昨天晚上 他最新的所謂的公開的道歉文 其實換句話說他已經承認了 其實他可能做了一些事情 雖然到現在還沒有講說 我外遇沒有承認 可是要講是說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因為大家都跟他講說 你最好 你發現他的 這個所有的文章 後來變得很中性 之前有講說 我哪有這麼白目 他是我的老同事 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是前男友的小孩 這個聯繫 其實感覺比較具象 可是後面你看 他知道應該有人跟他說 第二個聲明他已經有道 他有說他要為他的錯誤 是 沒有道歉 所以其實他知道說 後面因為他不知道 因為週刊目前為止只有照片 其實一般都會有影片的 那其實這幾天 大家都在對照 就是說到底是不是王醫師 可是你從那邊所有的IG 其實裡面 大家可能沒有 今天週刊裡面沒有一張 就是其實後來媒體有披露 就是有一個是他幫小孩子 慶生的 知道嗎 包括那個坐下來那個肚子 他穿著襯衫 還去拿另外一張來比對 所以反正零零種種的 其實他已經必須要 處理這個事情 不愧是狗仔隊的鼻祖 真的 都已經比對了 因為他起先是否認 說這是外遇 而且小孩不是他的 他跟他只是老同事 可是九月二十五 禮拜六 防疫記者會下午兩點 一樣召開 就在記者會前一個多小時 鏡座刊直擊 王必勝開車離開了疾管署 先繞到附近一家甜點的 這一個商店 買了好幾個小蛋糕 跟一盒蛋塔 接著直奔板橋 那王必勝熟門熟路的 把車停進林姓護理師 住處附近的停車場以後 提著剛買的甜點 走進林女住的公寓 待了將近一個小時之後 才匆匆離開 正好趕在防疫記者會 結束的時候 回到疾管署 換句話說 他都去林姓護理師 在家裡 又要他東西去 其實後來他可能要繼續做這個 因為小孩在那裡 林姓護理師在那裡 你覺得林姓護理師 不會跟我們老同事 小孩不是你的 會不會跟他吵 我覺得林姓 我以後怎麼辦 林姓護理師 他是一個非常有手段的小三 如果他是小三 他算是非常有手段 首先就是說 他不接受自己 一般小三的傳統命運 傳統小三的命運 就是不見得光 然後盡量要凡事低調 所以不應該去po什麼IG 或者是說 會有一些露線的行為 在醫院大家傳聞就傳聞 可是不會說真的會被拍到說 牽手然後抱小孩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 林姓護理師 如果真的是小三的話 在某種程度上 他是屬於高調 囂張的小三 我就是要po 你就是要來送蛋糕給我 不然他可以人家說 要送的時候 你就說你不用來 我們已經睡午覺了 可是他不知道你要跟啊 對 但是說 所以他本身就不是一個 想要低調的小三 他本身就沒有去理解說 這個王必勝醫師 已經在算是職場上一個比較高官的職位了 他並沒有幫王醫師想那麼多 他還是以自己的需求為優先 就像是今天才出來的新聞報導 是說他說一個月要拿六萬塊 人家問說 那我們一般的家庭主婦都沒有 你怎麼可以拿六萬塊 他就說當然是要拿 他錢不花 花在我身上要花在哪裡 所以他可能是屬於那類型的女生 如果你時間不花在我身上 要花在哪裡 他根本不管王必勝醫生 這個時間是不是拿著明紙明膏 應該上班的時間啊 你就應該要來給我送蛋糕啊 或者是說就不推卻 因為蛋糕跟什麼小蛋塔 都是女生跟小孩子喜歡的嘛 不會是王醫師喜歡的 主要的食物嘛 然後另外就是說 其實就是因為他感受到 王醫師對他的愛吧 才可以敢去夢想 夢想什麼 夢想一起出國啊 然後就打卡 這個出國打卡是很正常的 一般女生都會做的事情 買到新的包包就PO出來 不一定是炫耀 就這是一般女生會做的事情 所以他覺得他自己是一般女生 他並沒有任何像傳統的小三 是後退的 所以這個 當時的打卡 現在就變成大家討論的證據 對 所以他本身就是一個 現代的小三 我們現在看待小三 已經不能夠說 你怎麼沒有隱晦起來 你怎麼沒有幫男人想 男人你要看一下 現代的小三是不會幫你想的 所以我覺得王醫師很可惜啊 照我看這個其實就是一個鬥爭 因為醫生很常見 就是在有升遷機會的時候 升主任 升院長 突然之間那個副院長 就被爆出有個私生子 然後跟他長得很像 黑寒如雪片般飛來 然後他本來應該是院長的候選人 然後就不能當院長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陷入一個 就是說 這到底是 我們到底是喜歡醫生的能力 還是喜歡他的私德 你就會去問 那所以王醫師可惜在就是說 其實如果是我看的話 因為醫界的外遇也看這麼多了 我也沒有很意外 但是可能一開始受到震驚 所以沒有去坦承 如果其實坦承了 就是說我兩邊都會照顧好 不就好了嗎 王醫師請教你 醫師 我們這個不會有 增持的數字嗎 就是你估計醫師有外遇的比例 大概多少 我覺得看科別 像我們眼科就很少 什麼科比較多 為什麼 外科系比較多 好 王醫師 你的估計外科大概有多少 就是我也不能得罪外科醫生 因為我以後也要 那你就講低一點 我覺得一個單位裡面 比如說二十個醫生裡面 可能會有一至兩個 其實是有外遇的 那這樣比例是多少 比例可能就是三趴左右 五趴左右 是